蔡英文他的小编也很积极 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时间就发文 但是阿富汗这个事情 他隔了好几天才发文 这点我觉得是不寻常 比起他对奥运的积极度来讲 他对阿富汗觉得热情很冷却 的确因为在蔡英文的角色上 阿富汗这件事情 我认为他的确是左右为难 他到底该怎么讲呢 他到底该做什么样的发言 才是妥事的 尤其是针对美国在 处理阿富汗撤军 包含这一次的这种仓皇大撤退的过程当中 蔡英文总不能称赞美国吧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发文 你真的要认真地去检讨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来说 你对美国政府还是要提出一些建议 或者是看法甚至是批评的 这对于深受美国政府 爱护的蔡英文政府来说 是绝对不愿意做的事 所以当然蔡英文就要等 等到美国的官员出来再一次保证 看到苏利文出来保证 对台湾的这个支持坚若磐石之后 他才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出来谈话 甚至为了要把这个论述 弄得更合理一点 他也不避讳的把823都拿出来讲 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就是民进党政府长久以来 一直要避免台湾人民想起几件事情 就中华民国的成立的过程当中 经历了多少的战争 中国国民党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这是民国 这是这个民进党长久以来 不想让台湾人影响起的事情 你讲得太好 所以讲到823是不是有点讽刺 他就跟人家讲823 你记得徐家庆怎么讲吗 823就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在打仗 好像跟这个台湾现在完全没有关系一样 所以网上立刻有人问过 哇台湾这么危险 是不是应该把一起改回两年 你赞成把一起改回两年吗 台湾靠自己兵役改两年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最大问题是 我们这个政府我们这个社会被民进党 过去五年来已经彻底的撕裂了 而且他们故意掀起的对立 然后我们对这个整个国家的领导中心 是强烈没有信任感 要打仗不是只有武器 那个精神力量最重要 我以前都当过兵 我那时候还在金门 那时候我们是整个代弹 那是真的 那时候部队真的被操得非常凶 我在金门看到那个 上万人站在轿场上 下着大雨 动都不动 兵不动 所有的包括将官都站在那边淋雨 然后真的是一支铁骑 那后来呢 现在呢 你打仗 这个看出来并不是 我们的装备可能没有现在好 现在美国给我们很多装备没错 可是你没有那个精神 打仗要靠一个精神 民进党今天连国家是什么国家 他都能搞混了 有的人是现在认为是台湾国 像我们认为我们是中华民国 所以这个陈伯伟讲 如果二战1945年后没有国民党 台湾不是独立建国 就成为美国的第二州 或是第三大州等等 这个给大千讲好了 大千对这个有研究 陈伯伟历史老师是谁啊 要不要站出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对啊 所以我才说民进党 一直希望台湾人民抹去中华民国 在1949年以前的这段记忆嘛 就最好中华民国就从1949年开始 所以前面这段都没有了 可是我要讲的是 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 在台湾死守住台湾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823炮战 这个古丁头大捷 台湾早就被中共解放了啦 哪来的什么台湾独立建国 成为美国的第二州跟第三州 第三大州 陈伯伟你在鬼扯吗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空背景 你难道不读点书吗 当立法委员连书都不去读一下 你不去看看当时 美国已经是完全放弃了 国民党政权了 美国怎么可能跑到台湾 忽然把台湾变成美国的一州呢 这讲起话来 一点逻辑都没有 有这种立法委员的选民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觉得很汗颜 所以如果这一次 大家有机会要进行 这个霸维投票的时候 要呼吁大家 好歹选出几个 讲话有逻辑的 能够有读过一点书 能够有一点基本常识的 人来担任立法委员 那么对民进党来讲 我刚刚回过头来说 蔡英文要能够提到823 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就从民进党政治人物的口中 823永远都是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这是他们的基本定调 那蔡英文这一次会把823拿出来讲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不断的在讨论的 蔡英文的角色很尴尬 他能批评甘尼出走吗 他批评甘尼出走的同时 大家就要问说 如果台湾今天出了什么事 你小英跟其他的要不要出走 你会不会留下来决一死战 你要当这个副总统 还是你要当甘尼 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的 阿富汗事件里 他讲这个也不对 批美国也不对 所以但是他又不能不表态 所以基于苏利文的那个谈话 他表态 可是那个表态不够完整 所以他才把823事件拿出来讲 大家也很傻眼